你可别说这个石头 这个石头啊 你知道全世界有些地方的石头 是不能拿回来的 是不能拿走的 我啊 当然咱们不是说这个 那都是迷信啊 但是呢 那有时候就会有这个巧合 真把我给吓着了 这里边有我很不幸的一个经验啊 就是我去夏威夷 我去夏威夷 夏威夷那个地方啊 尤其是黑沙滩 就它那个火山岩 夏威夷著名的黑沙滩嘛 那个海滩上是黑色的 那个火山岩 然后呢 我觉得好玩啊 我带回一块来 我带回到香港的第二天 有一位跟我很有关系的 一个我也很关心他的 这么一个一个故人 猝死啊 猝死啊 那本来我想不到 这两件事之间有联系啊 是没有联系的 但是呢 有一个行为 莫名其妙 以前也不知道这回事 然后呢 就在它发生那个时候 我就那天呢 在网上 啪在下一点 啪出来一个 就是说 在网上有那个 就是全世界 十大旅游地点的石头 不能往回带的 第一名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 第一名就是夏威夷的 这种黑色的这种石头 然后我一看 原来啊 这是个旅游业的常识 旅游界的常识 就是说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十几世纪 我忘了 十五世纪 十六世纪 就是那个西方的殖民者啊 到这个夏威夷的时候 他那里当地有印第安王国嘛 原本是有土著的 是的 然后就说 他最后一个王 临死的时候 发出了诅咒 就是说 任何侵略者 从这里拿走 一草一木 一杀一食 我都恶毒的诅咒 追随他一辈子 然后他绝没有好下场 然后呢 你知道咱们不是有那个 刘大师 刘丹那个画家 他在夏威夷住了十几年 你知道 我这位故人 就过世之后 这还不是单一事件 其后那几天呢 倒了血 没了 喝凉水都塞牙 死了几个 最后 我们就是说 当然我们还是 因为他好像说 连其后几天都 不是 我们就还是就说 怎么说呢 就是说 还是科学为主导吧 但是毕竟呢 渗得慌 就觉得特别 腻啊 特别这个 就不顺 那怎么办呢 你安葬内科 宁可信其 那只能是我一贯的 实用主义的态度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于是呢 我呀 专门 给那个酒店呢 因为是在那酒店的沙滩上 写了一封信 还找人翻译成英文 就是 I'm sorry I don't know 现在我们 朋友圈已经有人死了 Blackstone 就是我不知道 这个石头啊 就拿走就不好 但是呢 确实是不好了 所以呢 我现在 郑重的寄回给你们 我做了这个事 你可能觉得 我很二 很荒唐 后来这刘丹 他在夏威夷住了十几年 他说 夏威夷每年寄回去的石头 都堆成了山 你到夏威夷看 都有那个 甚至夏威夷有那个 夏威夷有那个牌子 就是说不要拿走这里的那个石头 你知道吗 这是真事 你都是你那要赔钱给你死去的朋友们 对 但我知道有很多国家 有些地方 还有那个西藏那个 比如说马尼堆的石头 马尼堆的石头 也不能拿 对 我拿过金字塔的石头 采集的金字塔 拿了一块石头 然后路上太重了 结果就 不知道怎么样 就丢了 你就是那种传说中的中国游客 在石头上 和名字 徐子农到此 一游 就拿了块石头 不是 他的身世表现在 他在石头上 刻了自己的名字 没把石头留在那 自己带回来了 我拿了一块石头 我当时真的是 我爬到金字塔上 拿了一块石头 后来在尼龙和尚的船上 怎么一折腾 结果就掉了 掉了人家就安慰我 说石头 你不要以为 金字塔的石头 有几千年的历史 你在上海家门口 弄堂里 一块石头 也有几千年的历史 几亿年的历史 对不对 你想哪一块石头 不是几千年的历史 我这么一想 就是了 我那份名录里也有 金字塔的石头 没说不让拿 但是金字塔那个地方 有一种黑色的猫的 那种雕像 据说那个东西 有诅咒 说那个东西不能拿 但是我知道 金字塔的表面的那些 拿了呢 都算盗卖文物 那个表面的那些 那个花岗岩啊 什么东西 都被中东的人 拆下来去盖 十三世纪 十二世纪的 他们这个伊斯兰的庙 全部就把 就是他们等于 把几千年的石头 拿来重新建造 但其实很多国家 有一些名胜的地方 是规定石头不准拿 要不然这个犯法 倒不是因为迷信 不是说你拿回去了 就保护文物 它纯粹是保护文物 比如说有一些地方 有些沙滩 有些岛上面 一些石头 一些石头特别圆 像日本 五九岛附近 有个小岛 那最近不是才列入了 世界文化遗产 那那个地方上面 就有一个神宫 一个神社 那那个岛呢 平常岛上的居民 就有神社的神官 跟那些神职人员 每年只开放 给两百个男性游客 女的不能上 女的不能上 而那男的要上的时候 都得在海里面 泡着脱光衣服 这么上的 但因为他现在 列入了联合国 文化遗产之后 他就这两百个 以后都不许了 就没人能上了 那那个地方的石头 就是拿了要犯法 就严格检查 比如说你从那 去了回来 登岸的时候 一定要检查的 最根本上 我非常反感 就是旅游这两个字 我认为所有这些 旅游纪念品 是旅游工业的副产品 我非常反感 旅游这两个字 我觉得人应该旅行 尽量减少旅游 就是说我的定义 旅游是什么呢 参加一个团 啥也不用操心 跟着他 跑到一个名胜铁塔前面 五分钟上厕所 五分钟拍照 对不对 然后赶快走 就这么匆匆忙忙的 我觉得这种就是旅游 我觉得世界上 好多好的地方 旅行呢 真的可以改变 一个人的人生 你改变了人生了吗 当然 怎么改变 因为什么改变 就是我现在之所以 像现在这样想 像这样生活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我去了 世界上的有些地方 看到了有些东西 改变了我的想法 整个人生 比如说 比如说我第一次到欧洲 我从飞机上往下看 我第一次 我的真的就是 就exactly当时一个想法 就是说 世界还可以是这样的 就是一大片的绿地 偶然的村庄 一个教堂 然后你下去 你从 我记得我的朋友 从法兰克福开车 半天到汉堡 差不多整个大半个德国 一路 我当时说了一句 很蠢的话 我怎么一路向花园呢 他们就觉得 你这个是第一次来 当然我们都知道 这个国家曾经 法西斯 曾经战后恢复什么 但是你现在去看 你真的 你很难想 你没到 你很难想像一个地方 你可以高速公路 开五六个小时 周围 不是农田 都是草地 偶然有村庄 这当然改变人生 我世界不一样 我最大的改变 这跟看书有啥区别 对 我最大的改变 就是第一次出门旅行 1980 上飞机的时候 我是个男孩 boy 下飞机的时候 我是个男人 那去菲律宾 所以 我的人生改变比你大 一烫啊 我就没了 我以为我改变人生 他这个改变 你是改变精神 我是改变了身体 改变相别了 不是 你但是改变了这个 改变了身体 你改变了精神 不一样 真的就到菲律宾 这么短的时间就改变了 不短啊 七天 七天啊 反正是生命一个意外 也要意外 我觉得 我改变的是什么 比你们都悬 我改变的是时间 我也是最近慢慢有的一个体会 就是 为什么在自己平常生活居住地 时间过得特别快 但是我后来发现 去旅行的时候 时间变得特别慢 你比如说 我们规划去哪旅行 有的时候我会想 时间太短了 只有三天时间 或者只有一周的时间 但是我发现 真到了那儿 很奇怪的感觉 尤其是 你想 这三天啊 这一周啊 就跟一个人过了一生一样 就是 因为你看 至少是过了一季 对 就是 我觉得好慢啊 就是 这个很有意思 后来我自己尝试解释啊 我觉得有点平行宇宙 就是你看啊 人的时间感呢 是内容决定的 你比如说 你平常 朝九晚五 每天上班 做的是重复性的工作 这个一周啊 天天过六天 跟过一天 没什么两样 唰一下就过去了 可是你 心理时间上就是一样的 对 你旅行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你看 从一下机 或者一下车 完全是新的 然后找地方住 适应环境 去吃 然后去哪玩 新的经历 说不定还有艳遇 整个最后 拜拜告别 带着怀念回去 你看 整个 我就内容多了 你知道吗 你一天去的 好几个景点 内容 新鲜的内容 而且你通过 原先的参考 所以寿命变长了 对 旅行 没错 我的结论就是旅行 实际延长我们的生命 因为毕竟你的时间 是你的主观感觉 对不对 因为我们旅行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 很特殊的一个状态 你想想看 我们从我们日常生活之中 抽离出来 我们很多人说旅行的时候 去体会人家的生活 但事实上 我们永远不可能 体会人家的生活 为什么 因为你到底 没有在当地找工作 你没有在当地 交过租金 交过税 你是一个外地人 忽然坠入到那个地方 跟那个地方 其实没有任何关系 你只是来消费 跟被消费 你就一个外地人来 跟这个本地生活 没有关系 所以你当然 体会不到人家生活 你说好听点 那就像是个人类学家 来观察 另一个社会 说难听点 就是个游客 就是个局外人 所以在那个情况下 谁对你都不会有要求 你没有丧失要求 你没有工作要求 你别的人 你甚至生活上的 很多这个社会 要尽的各种义务 都不要求你 就是游戏规则 跟你熟悉的 那个完全新的游戏规则了 对吧 所以这让你觉得 到了另一个世界 唯一一个比较扫兴的 现在就是有微信 现在就跑东跑西 你只要一上网 一打开 你不打开又难过 一打开 就回到了 你原来的生活节奏 还真没有事 可能你是这样 我在旅行地 我也会看 但是我真觉得距离感 距离感之远 我再看祖国发生的事 跟我身在祖国的时候 感觉太不一样了 我觉得像是看 另一个星球上发生的事 就是太遥远了 好像非洲发生的事一样 那我感觉刚相反 反而在香港 我看看冷笑两声就算了 看香港新闻 一到了外面看 有时候蛮温暖的 因为有时候去了外面 看新鲜的东西 体会新鲜的经验 可是几天之后 就真的有点想家了 没有那么温度温暖感 上网描一下香港的新闻 觉得那个认同感 那个紧张 在意的部分 有我在意的人 在意的事情 我跟你相反 所以我比较好 而且这种相反 我觉得还不单是个别的人 我觉得香港的人 跟内地背景的人 在这点上会有明显的差别 怎么说 因为香港的人 从来就容易旅行 他们的政见 生活环境 去英国 去美国 从来就不是一件 特别大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香港人到海外 没有人说 海外怎么好怎么好的 你看香港人写的小说 到了外面就坐洋街 就好像很冤枉一样 跑到任何国家都说 哎呀我没得饮茶了 看不到明州了 等等等等 台湾也好 内地也好 很多人离开 到了海外的时候 至少一段时间 真的是另外一个世界 你要知道 真的是另外一个世界 仅仅在三十年前 改革开放之初 我父亲他们作为工程师 就出差 上哪呢 上澳大利亚 出一次差 你能想象到吗 要提前半年培训的 我父亲 他们这些 要半年之后要出差 是要提前半年培训 然后要许点英语 国外的礼仪 坐飞机的 飞机都没坐过 就坐飞机的注意事项 什么的 这要培养 培训半年 反驱省批可以换五十美金 对 你只能带五十美金出去 那是什么年代 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 我是1984年 第一次回到内地 从香港 我在台湾读书 然后暑假 然后就回香港 参加学生团 去内地 然后去北京 可是不晓得怎么搞 先去广州 然后那时候还坐了 反正过夜的火车 才到了北京 也是大开眼界 其中一个我就记得 睡觉 到站的时候 整个人在睡梦之中 对 大概是五点多到 五点多 六点到 对 这广播 把我们叫起来 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 同胞们 广州战 北京战到了 北京战到了 把我们吓得 整个人跳起来了 第一次有这种 我以为战争要爆发了 同胞们 救国的 报国的时候到了 所以 就是说 这一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的民风 对 我有一次去 我发现导游也挺逗的 我有一次去墨西哥 就是那种 玛雅文化的 你知道他那个导游 要不墨西哥人 他也是激情洋溢 还有半小时没到 他就开始口迹 我就是在制造音响效果 你知道吗 我也听不懂 他说了什么语言 我估计他说的是 神秘的金字塔即将来到 问题是他在车上 我说这无聊啊 不无聊啊 大家都睡呢 你要听西班牙与墨西哥的解球 多球啊 他们要进一个球 是三分钟 三分钟 高潮能够持续三分钟 一个球可以讲三分钟 就是连续这个喊声啊 就三分钟 没错 我一定说出去 你知道出去旅游 除了不能剪石头之外 有一些注意事项的 我跟你说 你对当地人啊 不要随便模仿 有的时候 但是那个狂欢节 你正赶上 他那个狂欢节啊 每个人陌生的男女 只要在那天那街上 你都可以抱住他亲吻 所以满大街都是陌生的 他们就这样 一开始老欺负我们女的 也不叫欺负了 我们的女同事 就这么弄 到后来我一看 咱中华民族不能吃亏啊 抱他们那大胖子 亲一亲 就是那个 挺逗 然后呢 他当地的 你要不说风土人情 真不一样 当地有选美 我们在那呢 还做了一个节目 我跟这个选美皇后 一起主持 他们那呢 以胖为美 这个选美皇后啊 也是一坨出来的 就是但是很美 长得非常美 但是呢 语言不通 语言不通怎么办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那个院长嘛 就是原来的 北京广播学院的 这个院长啊 就是后来 神仙世主 不是神仙世主 他想出招来 他想出招来 他说你们俩语言也不通 男女主持 怎么这个人说完了 怎么知道另一个人说完呢 他是有见于那天狂欢节上的这个风景 他说哎呦了 这样 你说完了呢 你就亲他一下 他说完了呢 他就亲你一下 这样你们俩 就就就就有节奏了吗 哎 于是我跟那个选美皇后 台上亲了 你足够一百多回 哎呀 我说完了 他就哎 亲一下 问题是 他从此一句话 分三段说 就那个时候 不是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墨西哥的男人很嫉妒 就像意大利的男人一样 他的男朋友 在底下看 你知道吗 他男朋友在底下看 我们俩就这样 就是接吻为号 他男朋友一开始 还底下喝彩叫好 后来我妈亲了几十次之后 我就还脸色变了 哭了一会儿 扭头就走 我就感觉 我就感觉 是不是拿东西去了 你这样 吻文刀够清醒的 亲了一百下 还能注意到下面 当然 我觉得是 尤其要注意 尤其要注意 我怕他冲上来 谁知道 这个他一族人士 他什么反应啊 对啊 我就是说 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我就有一回在意大利 我也是跟我的一个朋友 打低 这个意大利 这个司机啊 就是你比如说 我就有点不服 我给你钱 你找回我零钱 我不要是一回事 但是装糊涂 很大面额的 就不找零钱 然后呢 就欺负我们不懂语言 在那讲讲讲 后来呢 就差点打起来 因为我也进不自的 他很有特色 我也是学意大利的人 就是 还有加点手语 结果这司机就开车门下来 要跟我打啊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记住这个教训 然后我就关着门 不然他进了 所以我为什么说 旅行好旅游 尽量避免呢 因为就像你说的 旅行可以相对的 比较多的接近当地的生活 旅游呢 你真的是在一个玻璃球里 一切都是被安排的 你连自己找饭店的机会都没有 有时候很惨 跟旅游团啊 跑东跑去吃中国饭店 对不对 所有他们都是回扣好的 中国饭店 你跑了一个国家 你跑从头到头 要吃中国菜 何苦呢 这样对不对 不过问题是 现在就算是自助旅游啊 也未必就 就不是旅游了 就自助旅行 因为包括 比如说你找饭店 你要找什么 很多时候上网查资料 查资料 比如说去那个 刀刀网啊 那都是全球游客 共同推荐排行榜 比较多四位 然后大伙都往那去 然后你去了那些地方 就发现 所有的餐厅 里面全是世界各国的人 都在一起 都在讲英语 因为全世界游客 都是看同样的资讯来 我有时候会想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想这样不行 我要找真正当地人 会去的地方 有时候我们会寻求 我不要去游客去的地方 我要去当地人 会去的地方 但是后来 我在想 其实这个想法很狂妄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我去过一些国家 就想去他们传说中 找到门道 带我去一些当地人 才懂得去的餐厅 一进去的时候 我就感觉不太对劲 尤其是那种旅游城市 比方说像威尼斯 这种地方 威尼斯整个城市 就像迪士尼乐园 为游客奉献 主题公园 对 可是即便是这样的地方 它仍然还保有一两个地方 真的是当地人去 你一进去 你就觉得不对劲 不对劲在什么地方 所有人都盯着你 而且不友善 为什么 它会有那种感觉 我们本地人 在外头伺候你们 搞了像整个城市 让给你们 就连我们最后这个传口器 给我们本地人的地方 你都还来搞 有点这个意思 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 如果我要太混进当地人 我觉得会冒犯 也不要太敏感 有时候你旅游 那你难得去一个地方 去日本最简单的一个地方 就是你去饭店 你看里边没有照片 这个菜 就是日语的菜单 或者是直接讲的那个菜单 然后你就问人家 这个是什么 你就叫 他们即便不欢迎 但他也不会拒绝你 生意还是照做 你凡是有照片的 很舒服的那些饭店 你都是吃不到当地的 特点 还有一条 我觉得要去欧洲 我这个不管政治不正确 我还是就讲 这个你不管世界怎么发展 旅行 你要去欧洲 你先去别的地方 拉低你的水准 但是欧洲又不能随便 让你去 阿诚说过一段话 我觉得蛮好的 我引用他 他说不要先去意大利 先去德国之类的国家 看工业文明 发展 花园 公路 然后第二次 再去巴黎 英国 两百年前的房子 看着很开心了 第三次 再去意大利 他说要是倒过来的话 你先去了意大利 再去巴黎就没意思了 再去德国就更没意思了 你这个不是政治不正确 是经济不正确 你要想到广大的这个这个劳动人民 他们我就觉得 可能就只去一回 很多人啊 真的出他到现在 他八国九国游 他出到国 他出趟国都是很难得的 那就没办法 要考虑自己经济的 有时候我真觉得这个黄金周假期啊 这个游客挺可怜 他这个你看没有这个财力 能够出国怎么玩的 你到国内的景点 你有没有去过 十一国 就是国庆节的西湖 哇 我看到 那真是人的海洋啊 那哪是湖啊 那就是人海 那不叫西湖 那叫人海 真的叫摩肩插种 那你一看过照片 那个断桥啊 就像一个隧道一样 就是挤满了人游行啊 全部是游行 去哪里都是嘛 华山全部是比旺角 香港旺角人很多 那我觉得 假如德国这样一路下来 我经常跟朋友推荐 这位只真的要去一下非洲啊 看那个动物 以前我 迁徙 我 那个 你去的是哪个地方 肯尼亚还是美苏 肯尼亚那边 那个当然是大规模的迁徙 就算不是 我去好的地方 从来没有做梦 只有非洲草原 我是经常做梦 就是早上五点钟 四点多 把你叫起床 在那五星级的帐篷 那个拿个早餐 咖啡给你 喝完坐了吉普车 开出去 天全黑的 全黑你一路往前走 它调好了时间 一路往前走 看到了太阳就在你前面 全部慢慢升起来 然后那都算了 一升起来 亮起来的时候 你发现你原来旁边 全黑你以为什么都没有 原来不是 所有的动物 什么长颈鹿 大象什么 Lion King 对 因为感觉我们讲了几百年 什么天人合一 原来那时候你发现 你就是 你是人 可是原来跟动物 是全部同在那个时刻 但是它是策划好的是不是 它整个区域是 不是不是不是 我去南非就是策划好的时候很 南非是比较南非有几个地方 它那种营啊 你跑去看的动物 它们都养着就这样 它说那种感觉 我在肯尼亚得到过 你看肯尼亚的那个国家森林公园嘛 就去看动物 就人在车里 人在车里 动物在外头跑 我首先见那那个马赛族人 你就知道为什么 马拉松肯尼亚肯定是金牌了 你知道它是平地 平地 所以能看它人都瘦高 他们经常做一种运动 我看就是原地这么跳 这么跳 所以一个个都那个瘦高瘦高的 所以而且就是爱给你合影 一合影五美元 一合影五美元 就这样 我不说那个 我不说人 我就说这个动物 我跟家辉啊 真是有同样的这种感觉 就是咱们说旅行 有时候会获得一些精神体验 真的就是中国人讲这种天人合一 我就是在那儿看见了 因为四周无人的时候 哎呦 你没想到这个长颈鹿啊 当它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它那么巨大 比你原来在电视上看的大很多 而且呢 你知道 它很有散 为什么过去中国人说这个长颈鹿 是一种神兽啊 哎呦 你离近了看你就知道了 它呀 跑的时候啊 就是上身不动 真的很gentleman 很绅士 就是这样 只是四肢脚子 所以这样就腾云驾雾 然后呢 我那看那个领阳 我一下我就发现 哎 男人和女人之间 很多的这根源就在这了 就是你看一个公的在这 看着几个母的都是他的 对吧 然后呢 一百米开外 又有一个公的挑事的 哎哎哎 然后这女的呢 就登登登往那走几步 哗 这公子就扑扑扑扑过去 把这个母的圈回来 然后刚把这个母的圈回来 左边那个那个小二切 还是什么 反正他是一夫几妻吧 大概是 左边这个 小三又跑了 又跟那边那个公子 那女的又过去 他哗哗哗哗哗 哎呦 你知道他几个小时 做男人多辛苦 他他他他 你就看出他这个公子 他跑就圈 把他这个女的圈回来 然后我当时一下子 我突然感觉就哭了 文韬一下子知天命了 不不没错 他一下子知天命了 我这辈子就是这样 男人啊 没有文韬一定是 找人家母羊过来那个人 那个小王女 知天命 我还能境界高点吗 不是 来来来 一下子知道了这个男女的秘密 我主要是获得了那种感觉 突然一下啊 就是草长应飞 你知道我获得的这种奇妙的感觉 再也难以遇到 就是我觉得我的身体消失了 没有了 好奇怪 我觉得我没有了 好像是我在悬空 看着这个这个公母在这 这么这么草长应飞 哎 就那种天人合一 他的天命就体会在回来以后啊 再类似的事情 他不care 我也有过一次 我们懂了 优优独播剧场——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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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磊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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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磊居 utan流场——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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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